康林大學在去年十一月 被法院裁定 解除全體董事職務 目前教育部在籌組公益董事 的改選事宜 但定期是陸續的傳出 由財團詢問入主的消息 引發校內師生緊張 擔心教育部會私鄉授受 給特定的財團 所以在下午前往教育部 來陳情 希望董事會 可以民主化 公益化 數十位康林大學的教職員 和高教工會到教育部陳情 希望學校未來的董事會組成 可以以教職員為主體 至少要有二分之一代表 而其他公益董事 也不要是特殊利益或財團代表 我們有南部的一些老師 都已經接收到一些相關的 特定的財團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害怕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 公正的一個推選委員 來選出我們最適合的 一個董事會的一個代表 根據會計資料顯示 康林大學的資產有36億 1090年的新生註冊率 超過94% 運作良好 為引發這次事件 主要是因為向台唐成租土地 作為台南校區 但去年無法繳交權利金 後續承諾要捐資解決問題 也沒有達成目標 所以教育部向法院申請 解除全體董事的職務獲取 目前正籌組供應董事改選 結果近期傳出有財團想入主 所以呼籲教育部不要思想授受 應該讓董事會公益化民主化 財團在今天入主私立學校 往往考慮的不是正常辦學 而考慮的是學校背後的 巨額的土地跟校產利益 要求教育部要面對 已經超過四分之三 康林教職員的願望 絕對不是把董事會 私相授受送給財團 就有包含康林大學的教師及學生代表 也包含了公會代表 董事會應該成員的資格條件 通通會在這個委員會做討論 沒有透過私相授受給特定的團體 以及特定的財團 至於教職員代表指出 先前由校入會議投票選出的推選小組 卻被教育部阻止 一次是干涉大學自主 教育部也說明指出 是接獲台南校區的教師反映 說這無法珍惜反映出 台南校區的師生意見 眼神爭議 所以才會發函 主要是希望兩校區 可以分別推選代表 並非影響大學自主 等代表選出來之後 將邀請參與會議 記者 唐人陳柏綺 張國良 台報道 劉沛 劉沛 劉沛